可是你们孩子会觉得 他们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吗 我儿子今年还看了一回 他知道那你是在工作吗 对对对 而且我一想 我儿子在底下看完 有点紧张 紧张 对 因为怕眼不好 到时候 儿子童年 会不会留下什么阴影 我再来问 我说怎么样 特别棒 我也是听我儿子 在人的那个穿梭巴士上 在那儿跟人吹牛 我爸是姥姥 而且关键是 我坐的车头 他在跟我媳妇坐的车尾 在车尾跟那个 可能另外一小朋友 那是吹牛 我头都不敢回 他现在 会听什么音乐吗 他们 反正我儿子听 我儿子太听《投降诅咒》 这品位不合 我也是 可以可以 那品位 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 因为 之前我们不是做那个九曲 我儿子就喜欢那里面 比较年轻的那些作者写的东西 因为他节奏感强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品位有问题 我都听那些特别俗的那些 EDM的那些破片 以后会成为夜店小王子的 因为EDM它那节奏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比较 比较嗨你知道吗 所以小孩就很容易接受这种东西 我就老批评他 也听得太难听了 后来突然我儿子再说了一句说 你们大人为什么不给小孩做点 我们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那天条哥我们吃饭 条哥就说 有了孩子之后 就开始产生一个念头 就是要给小孩做东西 对 我觉得他真的 其实挺好的 反正我目前定的 就我们比较熟的身边这几个吧 有孩子 有孩子像小丽啊 素杨 每个人给孩子写首歌 做一张拼牌啊或什么 对 回到那个特别纯洁 特别干净的状态 对 这些老流氓 对 到老了都温柔起来了 一有了孩子 短处就被捏住了 拿住了给人家